北浦是各有浓浓古早味的客家聚落 庙口附近是北浦最热闹的市集 几栋有历史的豪宅和传统美食 大都集中在这附近 客家料理给人的感觉就是 酱油酱咸 为了迎合现代人有健康概念的饮食习惯 改良过的料理吃起来 已不若以往那般的重口味了 在老房子里坐在有历史的大圆桌边用餐 就像在自己家里吃饭一样 让人很自在 客家板条是一定要吃的 可汤可炒也可干拌 汤板条汤头清爽 有股浓浓的油葱香气 炒板条放着猪油香 吃起来QQ的 油豆腐卤的也很入味 还有那酸梅苦瓜 微酸略苦的口感 夏天吃起来会让人食欲大增 传统的猪血汤 撒上胡椒粉 喝起来没有腥味 客家小炒 炒得香酥可口 尤其是里头的小蒜末 放进嘴里 细细地咀嚼这浓浓的蒜香 令人着迷 客家汤圆的烫透口味 就种了一些芹菜末的香气 还有油葱酥 和这软Q的小汤圆 一口咬下 阿娘味真是太好吃了啦 或许是用料简单的缘故吧 这些料理的价格 还算蛮亲民的 不用担心会对荷包 造成很大的负担 所以 每次到北普来 都可以很放肆地 品尝美味的客家料理 然后 再带一些味道很道地的 米食类小点心回家 摸着吃饱饱的肚子 提着沉重的米糕 草仔果 身心灵都得到相当的满足感 这种感觉真好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